阿们 很高兴来到神的圣殿 我们一起来敬拜荣耀的神 在敬拜神的过程中呢 我们自己就得到神的荣耀 哈利路亚 在世界上虽然风云变幻 但是神的荣耀是永不改变 虽然我们的身心常有软弱 但是主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 阿们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听主在为你祈求 我们先看一段圣经的经文啊 路加福音22章31到32节 主又说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三点 第一点 失了什么 也不要失了信心 第一大点里边的第一小点 对不起 分的点太多了点 第一小点是 主为彼得祈求信心 上面那段经文啊 我们知道是在最后的晚餐 当时主耶稣已经知道 他自己到了生死关头 他也知道他的门徒们会四散逃跑 而且他的门徒中 那个为首的彼得也会软弱跌倒 三次不认他 情况十分的危急 到了一个地步 他必须亲自为彼得祷告 他为彼得怎么祷告的呢 这里边大有玄机啊 大有文章 他没有为彼得的环境祷告 他没有祷告说 这个恶劣的环境 仇敌的逼迫 统统的退去 他没有这么祷告 他也没有为彼得身上的软弱祷告 没有说让彼得刚强壮胆 绝不至于三次不认我 他没有这么祷告 他为彼得什么祷告呢 为彼得的信心 也就是说 不管环境多恶劣 不管你身心灵 多么软弱 你不要失了信心 我们仿佛听见耶稣说 彼得呀彼得 你受苦也好 受难也好 软弱也好 跌倒也好 只要你还对我有信心就好 其实啊 我们每个人 日常也常常是这样 我们祷告的时候 老是祈求环境 还有其他的麻烦 给我们拿掉 那主呢 不是给你拿掉麻烦 有时候啊 有时候给你拿掉麻烦 有时候不是给你拿掉麻烦 是增强你的信心 去对付麻烦 麻烦你自己去对付 这就好像有一个 故事里面讲的 不是给你挪去这个礁石 而是提高你的水位 让你的船 飘起来 在礁石上面滑过去 礁石就是麻烦 水位就是我们的信心 其实不仅对彼得呀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发现啊 耶稣对他所有的门徒 都是最关注他们的信心 他常常说 你们这些小心的人呢 常常说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我们可以看到 在神眼里啊 一个人对神的信心 远比他遭遇的环境重要 远比他自身的光景重要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下面我要讲的第二点啊 彼得没有失去信心 彼得的困境没有变 我们知道啊 他的软弱也没有变 耶稣被抓 门徒四散 他三次不认主 这些都没变 但是 主为彼得的祈求应验了 就是彼得没有失去信心 他不像犹大 对主失去了信心 自杀身亡 相反 他信心十足 痛哭一场之后 回头激励他的弟兄们 而且呢 还三次对耶稣说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知道我爱你 一个三次不认主的人 三次说我爱你 可见啊 爱主的人呢 不一定不软弱 软弱的人呢 也不一定不爱主 其实呢 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 往往他更依赖主的时候 他就更爱主 所以保罗说 我愿意夸我的软弱 小孩子更爱父母 因为他们依赖父母 长大了就不怎么爱了 也不是不爱了 爱的方式不一样了 大卫啊 我现在想起大卫了 大卫也是这样 大卫不管多艰难 多软弱 都不曾失去对神的信心 因为他知道 神爱他 他也知道 这个也知道很重要啊 他也知道他爱神 弟兄姐妹们 你们知道吗 这个大卫的诗篇 我很喜欢的103篇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03篇 诗篇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吧 好吧 一起来 我的心呢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 耶和华实行公义 为一切受屈的人申冤 那是同心 那是同心的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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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到这里为止 因为这首诗很长 弟兄姐妹们 你相信你的神 是这样一位神吗 你知道神是这么爱你吗 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相信的话 那你的信仰 你的人生 就有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就是大卫 为什么不可战胜的原因 彼得也是这样 他们深知神爱他们 他们也深知他们爱神 好 这是第二小点 第三小点 彼得的信心胜了世界 我们看到彼得 既然没有失去信心 他就不再软弱 而是带领弟兄们 走出去 传福音 见正主 见教会 不到二百年 当时不可一世的 罗马大帝国呀 就开始衰败 很快就归向灭亡 但是一个 恢弘的基督教文明世界 就出现在地球上 比罗马帝国更大 更深 更广 更久地出现在地球上 直到今天 哈利路亚 原本软弱怕死 不认主的彼得 既然没有失去信心 也就不再怕死 他最后为主训道 是道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看到 信心可以胜过环境 信心可以胜过软弱 信心可以胜过世界 信心可以改写人类历史 圣经上有一句话 就是在约翰一书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再念一遍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信心不仅使我们胜了世界 而且使我们胜了一切仇敌 我们可以说 使我们胜了罪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听见主耶稣 对各式各样的罪人 来到他面前 耶稣对他们说 你的信救了你 你看 是什么胜过了罪的 是信 因信称义 我们也可以说 使我们胜了疾病的 是我们的信心 因为耶稣说 对那些各式各样的病人 来到他面前 得了医治的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我们也可以说 使我们胜了死 死亡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因为耶稣说 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死了的人也必复活 可以这么说 属神的人 他的一切的一切 都取决于他对神的信心 如果失去了对神的信心 就无异于失去了神 注意这个话 这个话说得很绝对 在神里 一件事能不能成 不是取决于你能不能做成 而是取决于你信不信 神能为你做成 取决于你信不信 神已经为你做成 这个话值得读两遍三遍 不过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读一遍就完了 回头你们再去琢磨 每个人都是一样 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有什么 也不如有对神的信心 你失了什么 千万也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 因为神已经将一切 做成在你对他的信心里 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了 你揣摩这个奥秘的话 你揣摩一辈子也揣摩不透 但是只要你一信 就灵了就应验了 就这么简单 好 下面我讲第二大点 神将一切 做成在我们的信心里 这句话也可以理解成 神不会在你的信心之外 为你做事 圣经是这样说的 雅各书第一章六至七节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 不要想在主那里得什么 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语 也不一定是中国的俗语了 就是有一句俗语说 自助者神助之 是不是 这话不对 应该说是信神者 神助之 神在你对他的信里 来成全你 做你随时的帮助 对不对 如果你不信神 即使神存在 那神对你来说也是无缘了 用中国词来说是无缘了 他帮不了你 所以说这为什么雅各说 对神信心不坚定的人呢 我也想从神那里得什么 有人说我信心不足怎么办 圣经的答案其实很简单 求主帮助 不但信心不足的人呢 需要主帮助啊 就是自以为信心十足的人 也需要求主帮助 自以为信心十足的人 比方说彼得 彼得原来是自以为信心十足啊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彼得说 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夜计较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急了 彼得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 总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都是这么说 我相信彼得说的是心里话 他没有骗耶稣 他没有骗自己 但是结果怎么样 结果他还是靠主的帮助 主为他祈求 他才不至于失了信心 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每个人 不管你现在的光景如何 我们都需要主的帮助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题目是 听主在为你祈求 我起码知道 我需要主的祈求 我们原本呢 都是不信的人 或者叫做无信的人 没有信的人 是主赐给我们一点信心 而奇妙的事情就在于呢 主在他赐给我们的 这一点点信心里 为我们做成一切 我谈谈我的两次经历 第一次是在我五十岁的时候 脖子上长出一个疙瘩 不到两公分 这个很硬 但是不疼 医生怀疑是淋巴癌 他一说淋巴癌 我就吓坏了 那症状接着就来了 体重下降 夜里倒汗 在咕咕咕上一搜 那个淋巴癌的症状 我样样都有 我其实有信心 但是信心明显不足 当时回过头来看 与病魔争战的那个日子 全是靠主的帮助 主的搀扶 甚至主的抱着我 坐在信心的路上 翻看当时的日记 当时的日记里边 记着主对我说的话 都是激励信心的话 我刚开始 发现淋巴癌的 这个黑影的时候 我在祷告中啊 就听见主对我说 你已经得了医治 无论怎样 我已经医治了你 不要再为医治的事求我了 这话实在是挑战我的信心啊 实在是挑战我的信心啊 那病刚发现 人还没有治疗呢 你说你已经治好了 我半信半疑 这个四个月以后 穿刺花咽的结果 是正常的唾液线细胞 当时我和医生啊 都怀疑 怀疑什么呢 怀疑取样不准 明明我身上这么多 淋巴癌的症状 怎么可能不是淋巴癌呢 这就是我们好多人的逻辑啊 明明症状这么多 你说已经得胜了 胜什么了 胜了 这个时候主要对我说过话 主对我说 你担着中担还要多久呢 为什么还不把它交给我呢 结果是又过了三个月 又过了三个月 第二次穿刺结果出来了 还是一切正常 的的确确是正常的 唾液线细胞 我在感恩祷告的时候 有一次啊 我听到主亲切地对我说 在你的信心里 我活在你身上 注意这个话 在你的信心里 在我的信心里 神活在我的身上 我当时听了这个话以后 我就说 主啊 哪里 我哪里有信心呢 全是靠你帮助 你为我祈求 我才不至于试了信心 这是第一次经历 第二次经历 是在四年前 这个你们大家都不知道 四年前 我这又发现了一个疙瘩 这次是在头上 头部 这个良性的 但是在缓慢地增长 医生说呢 不能手术 只能观察 不能做什么 我的信心呢 一下子就到了悬崖边 往下看就是死亡的深渊 这个时候主来帮助我 他怎么帮助我呢 还是在信心上帮助我 主悄悄地对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这病不至于死 你别以为你看见了死亡的深渊 主保证了我 这病不至于死 这个话像一颗定心丸呢 让我翻腾的心 安静下来 但是呢 这个处境毕竟很险恶呀 症状不断地出现呢 我还是免不了慌恐不安 就在这个时候呢 灵里就有轻轻的责备 说你这小心的人呢 我对主说 我说主啊 我是小心的人 但是有一点 我至此不渝的坚信 就是你的大爱 一步也不离开我 而你的大能呢 不可能不能医治我 这两句话 进到我的心里以后 如雷观耳 神的大爱 一步也不离开我 而神的大能 不可能不能医治我 对不对 很快 医生就告诉我 我的病可以医治 原来说是不能医治的 要观察嘛 不能做什么 很快医生跟我说 可以医治 从外部杀死他 而且马上就可以做 长话短说吧 感谢主治疗很顺利 达到了预期 我还站在这儿 还活着 而且症状逐步减轻 情况渐渐好转 现在四年过去了 我知道 是主为我祈求 我才不至于失了信心 是主在我的信心里 动了美妙的善功 我才不至于灭亡 我相信过去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将来永远是这样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第三大点 将信心化作行动 以行动完成信心 信心的关键性 信心的重要性 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呢 他们不知道 怎么才能得到信心 因为信心这个东西啊 听起来虚幻缥缈 看不见摸不着 是吧 无从下手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 其实信心 绝不仅仅是一个心理活动 信心不是想一想就好了 不是动动心就好了 信心是从心动 到行动的全过程 必须有行动 我们来看雅各书 第二章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可见信心是与它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 才得成全 我们常说啊 雅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 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介绍 雅伯拉罕的啊 希伯来书 雅伯拉罕因着信 蒙昭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 这段经文 我们就看到里边 有三个要素 有三个要素 一是信心本身 就是遵命 二是命定 第二是命定 在这里呢 就是得地为业 这就是命定 三是行动 在这里就是出去 信心命定行动 行动就是你先出去 先离开家 虽然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但是你先去 而不只是想象啊 下决心啊 甚至祷告啊 甚至宣告啊 但就是不去 理由是什么呢 为什么不去呢 因为我不知道往哪里去 这就算不上信心 信心不是 不见兔子不撒婴 信心是 不见兔子就撒婴 撒了婴兔子就来 这叫信心 信心是反常的 你们知道吗 不是水干了 我再卖出脚去 是先把脚卖到水里去 水才给你干 亚伯拉罕 不到了他 离开家 迈开脚 走出去的那一刻 就不算他有信心 约书亚 不到了他把脚迈出去 迈进约旦河水里的那一刻 就不算他有信心 彼得 不到了他 停止痛哭 停止自责 而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承担使命 完成定命 传福音建交会 那一刻 不到了这一刻 就不算彼得有信心 同样圣经里面记载 血漏的女人 不到了他挤过人群 将手伸出去 摸耶稣的衣裳的那一刻 就不算他有信心 还有妓女 有罪的女人 不到了他冲进 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 庞若无人地 亲吻耶稣的脚的那一刻 不到了这一刻 就不算他有信心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每个人 如果不把信心 化作突破困境 战胜软弱的行动 如果不把信心 化作承担使命 完成定命的行动 如果不把信心 化作只凭信心 不顾一切的行动 就不算我们有信心 我本来就信主就很晚 36岁才信主 虽说信主前的日子呢 也没有白过 但是无论如何 信主之后呢 就得一天当两天用 快马加鞭 把岁月压缩 快跑跟随圣灵的带领 我们先是拍摄了七集电视片 神舟 在座有多少人看过 神舟 看的人不太多 因为这个片子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了 你们没那么老 接着下来就拍了四集的电视片 十字架 多少人看过 这就多点了 正准备拍第三部的时候 第一次病的打击就来了 靠着主为我祈求 感谢主 我的信心一直活着 落实在行动上 马不停蹄的 又拍摄了四集的电视片福音 又拍摄了九集电视片 彼岸 再接下来就是三集电视片 宣教室 宣教室呢 是在风雨中完成的 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一个更大的 就是现在这个项目 耶稣送 正在准备拍摄制作的时候 第二次病来得更凶 更狠 更可怕 就来了 这个时候主给了我一句话 主对我说 你只管去做 我叫你做的事 其余的事我来做 你们再听一遍啊 你只管去做 我叫你做的事 其余的事我来做 当时的话更直接了当 远至明 你只管去做 我叫你做的事 其余的事你别管我来做 就这么干净利索 于是我和同工们呢 凭着信心 全力投入耶稣送的制作 主也是用神迹奇事 一路的带领 耶稣送一共是120级啊 在我生病 第二次生病 一年半以后 粗编完成 从2022年的复活节开始 两年前的复活节开始 每周一讲 到最近呢 是每两周一讲 发布在YouTube上 当然还有其他的网站 现在已经发布到105讲 现在看一下这个片头 这是第一讲的片头 这个差不多有一万人 跟着我们 从第一讲到现在的105讲 没有旷课的 跟着看的 而这第一讲是看的最多的 已经到11万多了 耶稣送的制作呢 由你们教会的宝贵支持 有弟兄姐妹们的祷告拖住 在这里我也谢谢你们 在主里边谢谢你们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在你我他身上 各有一个命定 各有一个地界 这个地界不太一样啊 有的是在教会里 有的是在职场上 有的是在家庭中 但是不管在哪里 你做事的时候 有信心跟没有信心 是大不一样的 特别是当你遇到困境 各式各样的困境 遇到软弱 各式各样的软弱 这个时候 有信心跟没有信心 就有天壤之别 主在为彼得祷告的时候 提醒我们 撒旦想要得着我们 好筛我们 就像筛麦子一样 叫我们的信心摇摆不定 甚至荡然无存 而我们的主 确实为我们的信心祈求 叫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 注意啊 无论是圣经的教导 还是圣经的感动 凡是出自主的话 没有一句 不是带着激励信心的力量 而出自撒旦的话 没有一句 不是毁坏你信心的 不仅是撒旦了 包括人的教导 有时候人的教导不准确的话 也会伤害你的信心 削弱你的信心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听 刘同牧师讲道 因为刘牧师讲的道啊 我听的时候就是 激励信心 提升信心 经常听这样的道 你人生的路上就有力量 你们经常听啊 是不是 你们是有福的 现在对你身边的人说一句吧 你是有福的 半天不让你们说一句 不合乎你们的规矩 好 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吧 主啊 我们原本都是小心的人 请你为我们祈求 加添我们的信心 特别是求你 为那些身处困境的人 为他们祈求 给他们激励 让他们能够不失了信心 特别是在那些软弱疾病中的人 主啊 你为他们带导 祈求 叫他们不至于失了信心 还有在谎惑 犹疑 甚至没有信你的人当中 求你失恩典 赐给他们信心 让他们凭着信心 来到你的面前 而你凭着他们的信心 做他们一生的帮助 主啊 求你强化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的信心化作行动 把信心化作 迈出去的脚 伸出去的手 射出去的剑 你就必为我们得胜 而且得胜有余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为我们 胜过了困境 胜过了软弱 胜过了世界 哈利路亚 祷告 感谢 赞美 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谢谢博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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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